今天來試吃一些從日本帶回來的零食 這個是酸洋蔥口味的Jagabi 這個其實我在日本已經吃過一包了 我跟我朋友在沒有說好的情況下 拿到了同一包 撞了 這個很好吃 這麼大條的這個波紋薯條 酸洋蔥奶酪 該有的味道它也有了 然後它有這麼完整的 大根的薯條 這個太好吃了 下一個 這之前艾姐推薦的 然後我在便利店看到它的時候 我就覺得同學你很眼熟 回到酒店之後我才想起來 哦 其實有點忘記它的味道 哦 是它 是它 哇好香 很香的培根的味道 有點焦焦的 麵包麗 好好吃 我上次沒有吃到裡面有杏仁 我試一下這個杏仁 好好吃 這個是 鹽味的土豆塊 應該不會難吃 土豆塊 我發現這種日本小零食的這個包裝上面的樣子 跟它裡面 還是蠻符合的 還是蠻符合的 海苔 它太厚了 你自己有種吃土豆的冬乾的感覺 我覺得稍微普通了一點 沒有這個好吃 就是 最後一個就是這個了 外面是這樣子的長相 裡面就是這樣子的 嗯 霍是挺對白的 看一下味道 有沒有 雜苦雜苦的聲音 稍微有一點雜苦雜苦的聲音 哦 這個蠻好吃的 它是屬於那種 有一點點威化的口感 整體就是一顆巧克力 喜歡巧克力 也喜歡巧克力威化的朋友 可以吃一下 它比普通的巧克力威化 那個吃巧克力的感覺 會更重 這三個 非常好吃 如果你在日本旅遊看到的話 買就對了 這個的話 稍微有點普通 但如果你沒有吃過 那麼大一塊的 土豆切片的童話食品的話 你也可以買來試一下 最後要推薦這個 Kitsune Udon 上面這一塊 這塊 哇 這塊是什麼豆腐嗎 我不知道 反正這塊東西超級好吃 甜甜的 我每次去都會買一碗來吃 因為國內買太貴了 掰掰